北京时间9月26日,中国女排全队结束了奥运资格赛的全部赛程后,已经奔赴杭州参加杭州亚运会的比赛,本次赛事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球队需要拿下亚运会的冠军,扫除球队此前在奥运资格赛上没有拿到直通奥运门票的阴霾,毕竟我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都没有拿到奥运门票,这个结果令人无法接受。 球迷们也希望有奇迹发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尽早锁定奥运门票。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奥运预选赛结束后,一共有6支球队拿到了直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分别是美国队、巴西队、塞尔维亚队、土耳其队、多米尼加队、波兰队,再加上东道主法国队,这7支球队拿到了奥运会的门票,而剩余的5张门票则需要根据世界排名来决定。 当然,个别大州如果没有球队直通奥运会的话,则需要有限分配给没有奥运球队的大州一张门票,非洲和亚洲目前各获得一张门票。 除此之外,在剩余的球队中,则是按照世界排名的顺序地步,谁的世界排名高,谁就可以获得身家巴黎奥运会的门票,所以说大家都在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在本次奥运资格赛结束后,很多球队的国际排名和积分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国女排会最终排名第几位。 积分又是多少? 只要中国女排能够稳稳排在前十名,其实我们拿到奥运门票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不过大家都担心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会急速下滑,毕竟球队遭遇了三连败,尤其是担心日本女排的排名万一超过中国女排的话,中国女排处境就更被动了。 但是就在本次奥运资格赛结束不到48小时,国际排联公布了本年度女排最终版的世界排名积分,因为今年所有女排国际积分赛事都打完了。 所以说年底之前,各制球队的积分和排名不会再有任何变化,中国女排也收获意外惊喜。 根据这一次排名显示,中国女排高居世界第六位,目前来看在我们身前没有拿到奥运门票的只有世界第五位的意大利女排。 所以说排除七个已经拿到奥运门票的球队,中国女排完全可以稳稳拿到一张奥运门票。 即使是明年国家联赛成绩不理想,但也不至于调出前十名,更何况亚洲还有一张报送的名额。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积分领先日本女排,大概率这个报送的门票会属于中国女排。 所以说,这也可以给中国女排的教练,球员以及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 。